中国蓝桥集团自2015年签署德尔文港租赁协议以来 一直否认与中共当局的紧密关系 但是蓝桥集团2019年底录制的一段视频访谈暴露 该集团一直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导的全球战略蓝图 我们蓝桥集团完全上映 我们习主席去出一点一路了 澳大利亚政治学者林松博士表示 虽然中国方面声称签署的是商业合同 但是外界担忧 中共会以各种理由将它变成军港 派遣军舰停靠 奥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日前回应达尔文港租约时说 如果从国防部或情报机构收到的建议是存在国家安全风险 那么政府将会采取行动 澳洲的近邻新西兰也开始对中共转变态度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周一在奥克兰的中国商业峰会上 对中国人权问题表达关切 包括维尔族人权和香港居民的处境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今年1月签署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协定 阿德恩直言与中共的分歧 可视为态度上的重大转变 就真的是从这个香港受到打压 特别就是2019年到现在 一年多的变化 这变化实在是太厉害了 但现在连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都变成一张废纸 西方国家看见这些东西 他们都担心了 那我们跟这个中共签的什么自由贸易协定 到底会不会也好像中英联合声明那样呢 就报废了 林松博士认为 香港居变和中共战狼外交 正在促使西方国家警醒 新唐记者洛亚 林岑新 刘芳 蔡文报道